这8样东西也不能买贵的 还有8样 再差钱也不要买便宜的 耐心看完 肯定对你有帮助 第一 瓷砖不要买贵的 但木地板一定不能买便宜的 瓷砖选择产地广东的品牌的促销款 选好画色和纹理就行 只要工人铺贴得好 几十年也才不坏 木地板就一定不能买便宜的 便宜的矫程超标太严重 特别是铺了地暖的 冬天暖气一开 矫程就传出来 每个十年半年根本挥发不完 地板环保等级就显国内一一级 或者是F4星级的 这钱别省 命笔钱重要 第二 钳支固定器不要买贵的 但全屋狡猾一定不能买便宜的 便宜的狡猾是真危险 生锈老化 爆裂 造成漏水淹楼下 损失很大 水火无情 别阴小事大 钳支固定器就买个几百块钱 带反冲洗的就行了 第三 床别买贵的 但床垫要买贵的 床只要实木结构就可以了 不是要追求品牌 床垫必是看好田仲才和弹簧 关系到吸椎和睡眠质量 可不能马虎 第四 电视别买贵的 但投影仪要买贵的 电视直边是大品牌 也就三四千 画质配置已经很好了 投影仪便宜真不行 画面模糊看不清 暗示能力必是在两千以上 第五 乳胶漆一定不能买贵的 但逆脂粉一定不能买便宜的 买乳胶漆就显个品牌的基础款就行 五六百块钱一大桶 只要别买到假货就行 但逆脂粉一定是要用好的 差不了多少钱 便宜的逆脂粉就是松菲粉 加胶水是甲醇超标最严重的一项 记住好的逆脂粉是不是要加胶水的 第六 卫生间直层掉顶一定不能买贵的 但一霸一定不能买便宜的 直层掉顶就买300x300规格的基础款就行了 150多块钱一个平方就能买到 厚度0.6 烤漆的 也不要去踩 也不要去碰 根本用不坏 所谓的风摩大板虽然颜值高 但价格也不是一般的贵 你增进的注尽器根本就不会抬头去看 但一霸一定要买好的 大功力电器一点都不能含肤 没差多少钱 好的一霸三又快 安全叙述也高 寿命也长 洗澡的时候不要太舒服了 木门没必要买贵的 但是门锁一定不能买便宜的 木门就选择八九百块的石木附和门就行了 最主要商家给你做加时薪的 用过十来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门锁一定不能买便宜的 质量差的门锁容易坏 尤其小孩子要被关里面 那麻烦可就大了 第八 窗帘没必要买贵的 网上买比实体店便宜一半 但窗帘滑轨一定不能买便宜的 窗帘用久了更多的问题是 那一半卡口了 现在,他们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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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解脉 感谢观看